如今聚你是我的荣耀完结已经有段时间了 迪丽热扒杨阳这一对高音质CP 简直是要多洋言有多洋言 脸人的戏份也是要多甜就有多甜 不知道有多少观众仍沉浸在荣耀夫妇长达90秒的吻戏中呢 情绪拿捏得很到位 加上拍摄角度一流 暧昧感瞬间扑面而来 让谁看了不大呼一句 过瘾 就算完结后还有很多呼声催两人二搭 其实两人不仅在剧里 疯狂洒糖在戏外的互动更是升级 两人不仅卡点互相关注 还同时发布互相喂食的照片和互发童年照 剧粉们一整个大满足 简直就是甜宠剧里的发糖大呼 而在快乐大本营中 两人的互动更是填翻了一众单身狗 公然在台上摇耳朵讲悄悄话 他俩的甜蜜互动 直接变成快乐大本营的爆款密码 让收视率直接冲到第一 当然他俩的甜度可不止这些 中间有一个转呼拉圈的游戏环节 但洋洋根本不会 刚转两圈就掉了下来 大家瞬间轰然大笑 洋洋不免有些尴尬 还下意识的看向热巴 都说当别人大笑你的时候 下意识看向的那个人就是喜欢的人 这种程度的糖 我只能说先客为敬 这两人简直就是内鱼的CP天花板 网友们纷纷留言 第一次希望演员们音系生情 还有一些胆子大的 直说让他们音系生子 这发言真的有点危险呀 当然如果你看过他们的幕后花絮 想必你也会加入这个队伍 因为花絮真的太甜了 两人之间都围绕着粉红泡泡 杨洋还在花絮中爆料 刚开机三天就开始拍吻戏 两位演员刚开始 可能因为不太熟悉 不免有些害羞 在喊咖之后连忙撇开眼神笑 仿佛是刚谈恋爱不久的大学生一般 青涩又甜蜜 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留言夸赞 说他们都是敬意的好演员 还有粉丝直呼客到了 三天就入戏也太甜了吧 但大家可别忘了 迪丽热巴和黄景瑜也拍过不少温戏 其中一些尺度是相对比较大的 在《你是我的荣耀》播出之前 他跟黄景瑜合作的电视剧 幸福触手可及 虽然剧情一般 但是他们的CP感也很强 让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迪丽热巴躺在沙发上 黄景瑜在玩他的脚 这种自然亲密的感觉真的很强烈 还有黄景瑜在旁边说话 迪丽热巴上去就捏他的嘴唇 拍亲密戏时导演喊咖 两人亲吻了好几秒才分开 黄景瑜时不时摸摸热巴的耳朵 头发 一举一动都让人觉得甜蜜 也难怪这对CP也有这么多人客 喜欢黄景瑜的粉丝 估计都会注意到 黄景瑜出道以来 参演过多部影视剧 唯一传出绯闻的 就是跟迪丽热巴 他还曾在节目上说过 自己的妈妈专门做了包子 带到片场给热巴吃 但因为热巴吃过饭了 他就愣拿着包子 做了20分钟 送过来的时候已经8点多了 热巴其实吃完饭了 我就喊他过来一起吃啊 然后热巴过来 拿着一个包子 又不好意思不吃 但是他其实已经吃不下 拿着那个包子 咬了一口之后 就再也没说话 就端着包子 我们在聊天啊什么什么的 他又不好放 他又不好放 一直端着一直端着 我就端着那有 起码十几二十分钟嘛 我说你二十点吃不下 你就放去吧 没关系的 他说可以吗 不好意思 迪丽热巴也描述过自己的理想型 喜欢对方有微微上翘 有邪邪的笑 而黄瑾瑜就是行走的邪魅一笑 热巴还曾表示 爱情要势均力敌 脸儿在一起的时候 应该让别人觉得很登对 分开的时候 也能有各自的长处和闪光点 不得不说 热巴的感情观还是很正的 而出道到现在 他的感情生活还是一片空白 杨阳和黄瑾瑜 算是迪丽热巴的两大热门CP了 相处模式也各有不同 不知道迪丽热巴对谁更中意呢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